我那時候在趕鳥的時候 這隻鳥是我啊 這是我的人生境況 就是被誤以為是一個光明的前途 這樣然後就困住了 然後重點就是這樣 因為它的出口是非常反直覺的 看起來最亮的地方才不是出口 然後真正的出口在 你要經過一個很黑暗很黑暗的湧道 才能從中庭飛出去 歡迎收聽創作者說 我是Kids 研究生 今天我邀請到一位 我覺得非常酷的人 他之前出了一本書 不過出書之前 其實就一直在寫文章 前年的時候有一篇 在講流浪博士的文章 然後在網路上面大量的流傳 我那時候剛好要去應徵 前任助理教授的時候 就想說天啊 這個是不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 我真的要去做這件事情嗎 所以那篇文章我就拜讀了非常久 所以後來我在開始要做這一集的創作者說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一定要找他來這邊 跟我們聊一下這個有趣的一本書 所以我也讀了他這本書 這個書好像就是從臉書裡面跑出來的一本書 我們就歡迎今天我的來賓 他是李律 他現在也在做兼任助理教授 也是一個央廣的主持人 我們歡迎李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律 我剛這樣介紹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跟你真實的狀況不太符合 沒有 因為你講的確實都是事實 對 我有在央廣主持節目 然後對 我有出一本書 然後對 我是流浪博士 對我在當兼任助理教授 可是我又感覺好像這些東西又 他不是我的全部 是你的全部 對 就是 應該是說大家更常介紹我的時候 通常不會是介紹我做了什麼事 或我擔任什麼樣子的職務 當然他們都是事實 可是大家通常講到說 阿綠 就是比如說我會有很多行走的危機百科 或人體危機 就是類似像這種東西 或者是 通常是這樣 然後或者是大家 熟一點的朋友就叫我李律PD 對 就是這個是我比較常在扮演的功能 OK 那我們重新介紹一下 我們歡迎行走的危機百科 來到我們的節目 嗨 我是李律PD 自己拍個手 你覺得你比較適合這樣子的title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比較像是我 跟朋友間相處的時候 因為通常大家就是 不熟的人就會可能 或者是 我很害怕 就是說因為現在寫了書 然後大家就動輒就稱老師 我就覺得我擔待不起 就是我不太覺得可以 然後或者是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通常人家講說 你有寫書 那你是作家 他說我好像也擔待不起 就是覺得我是寫字的人 寫字這件事情 比剛剛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久 我是從大學 還沒有WEB 2.0的時代 我們都只有在 大學生都只有在 BBS上面寫作的時候 我甚至是還沒有PTT 的年代 就PTT是1999年嘛 對 然後我大學 我們大學 我念政大嘛 我一路念政大上來 所以我們就是很熟悉的就是 貓空行館 那有時候會去椰林大道 就是去台大 然後大家最愛去 那個美少女夢工廠 就是輔大 然後我是蛋捲工廠 蛋漿 就是大家會去女生多的學校 大概就這樣子 但是那個時候大學 沒有一個統合性的 就PTT是很晚很晚才 但是他爺林被封了之後 他才有竄起 他那時候才竄起 然後所以 那時候是第一波 有所謂的網路名人 對 然後 這個扯太遠了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的網路名人嗎 不是 因為我PTT 重點就是這樣 PTT興起以後 我就很少在逛 我就很少在用BBS 所以我 我跟PTT 其實是很妙的機緣 就是我申請過PTT PTT的帳號 但是我很少待在那裡 就是我待在那裡的時間很短 可能偶爾看一下文章 就是PTT盛行 它1999年開始 然後最盛期 大概是2000年到2004年的 那段階段 因為後來部落格興起 部落格興起之後 PTT有很大的一個客源走掉了 對 那那個最急盛期的時候 我都很少 我那時候很少在網路上漫遊 就那時候 可能是我人生最現衝的時候 就真的是活動最多 然後Clubbing最多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反而是我很少 可是後來 等到部落格開始盛行之後 然後我又繼續在寫部落格 只是說我一直在寫東西 只是以前長期的狀態就是 沒有人理我 就我寫什麼都不會被人家知道 因為我以前在貓空 貓空其實 然後或者是在我們的戲版上面寫 那其實就是 我們戲上的學弟妹會知道說 有個學長常常在寫很多長篇大論 都常文 然後很有名 而且以前BBS超難編輯的 所以以前那時候 很有耐心才能編輯 對 然後後來部落格 部落格也沒人看 所以我是在2010年 我開始用臉書 剛開始用臉書也是沒人看 就是我臉書也是從那種 就是一篇文章 大概只有10個讚的那種狀態 可是就是寫了10年吧 真的是寫了10年 然後累積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這樣 可是其實你剛剛講說 你是行走的Wikipedia 你有想過真的去寫Wikipedia嗎 沒有 很抱歉 對這個 這我很抱歉 就是 好像可以寫 對 我沒有機緣 我就是沒有機緣 我沒有機緣 所以我 但我必須說 我從Wikipedia上面 真的是 獲得了很多知識 我是很感謝他的 因為我 後期 後期的很多知識 真的是在Wikipedia上面獲得 我早期就真的是靠 閱讀 都是閱讀紙本書 我是一個 很晚 雖然我很早接觸大學BBS 但是除了BBS之外 我其實很少接觸電腦的東西 然後科技的東西 我絕大多數都是在閱讀 所以 我用臉書這件事情是真的 第一次讓我一天當中使用電腦的時間 超過一兩個小時 對 我在大學時代的時候 很不依賴電腦 反正你現在也是把臉書當Wikipedia在寫 所以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其實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我最常被我朋友問的問題 有點類似 但是沒有那種封號 他都會跟我講說 我明明只是把你當Google問一下 結果你給我一篇Wikipedia的文章 我大概也是 大概是這種感覺對不對 我後來就會比較那個 就是我被問久了之後 就會發現很多現象 你可能也會發現 就有些人問問題 並沒有真的要答案 對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了以後 我現在都會先 就是在AI一下 問說你要多長的版本 工人智慧 對對對 很重要 工人智慧 先過濾一下 因為我發現 就是有些人問我問題之後 我整理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之後 但是他就說 我看不完啦 我只是要問你什麼什麼而已 懂 完全懂 那你在那邊 就是我這種白宮做久之後 我現在就會知道說 有時候人家要了 只有一分鐘的版本 就我給他一個學期的版本 他是沒有要看的 對 就是被問問題 後來會發現這件事情 對 其實因為我自己 非常心有欺欺言 就是那種 那個一個問題丟過來的時候 然後我腦中就是那種 滿腔熱血 想說哇 這個問題 這問的實在是太好了 既然你都問了這個問題 對 我就誠心誠意告訴你吧 我就大發十倍告訴你 結果人家沒有要大發十倍 而且他可能會被嚇走 他想說我怎麼得到一本論文 對對對 對啦 這也是 有有有 對啊 給予的難題 對 就你給人家不一定要 其實我說真的 我在那個 第一次看到 顯示更多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這本書名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聯想到 是你寫的 雖然說我在前年 就我剛剛講 我在前年我就開始 follow你的臉書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太有趣了 就是 居然 居然可以以長文文 因為我自己寫文章也很長 只是我以前寫的文章 都是商業文 我都在做那種什麼 點數啦 旅行信用卡啦 反正那個 就是那種文章也可以寫很長 也算是另外一種 很奇怪的執著這樣子 OK 對 所以你也是文章產生器就對了 我也是文章產生器 了解 可能也是被寫論文訓練出來的 這倒是 真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 一件事情是 我在網路上面去看到 一篇很長的文章的時候 其實我大部分的心得 也是就是看不完 但是當我在一本書上面去摸的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 非常喜歡看書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讀你的書的時候 我這樣子一摸想說 這文章我都看過 但是 是在螢幕上看過 但是在螢幕上面看到的時候 我其實是沒有太多感覺的 喔 因為那種怎麼說呢 在螢幕上面讀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讀這篇文章看完之後 我的心情是 我要趕快讀下一篇文章 但是那邊 下一篇文章 又是跟這篇文章完全無關 會完全無關 對對對 但是在讀書的時候 這樣子一篇一篇讀下去 都是同一個人的文章的時候 那個感覺 其實非常非常不一樣 所以是一個情境 然後還有連貫性 跟材質 這些都有關聯 還有專注性 專注性 對對對 臉書是很容易分心的 因為他其實就是用 左邊的文章調你 但是他就要賣廣告給你 就是右邊的賣廣告 才是他的重要欄位 對啊 就是其實左邊寫什麼 他在那邊在關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其實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 你是一個很憂鬱的人 結果你走進來的時候 就是那種 很開心很開心的走進來 想說 天啊 這跟我在看書裡面 那個走出來的人 是同一個人嗎 應該說他都是我 只是說應該就這樣講好了 我是一個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不會跟人家說 我好痛苦 我好憂鬱 我不會這樣子 把東西丟給人家的人 就是跟我講話的人 或是我的朋友 不會看到我 很憂鬱的一面 我憂鬱的時候 就是一個人躲起來 宅在家裡面憂鬱 所以寫字的時候才會 所以才會寫字 因為寫字的時候 我寫字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 而且那也是跟我在寫這篇 這本書裡面大多數文章 都是在三年前 對一直到去年為止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 每天窩在房間裡面寫臉書 然後所以寫臉書 變成是那時候生活的慰藉吧 然後因為臉書其實就是 其實你也不知道誰在讀 所以你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壓力 說什麼不能講之類的 然後反正是面對面 沒有辦法跟朋友講 喔我好痛苦 就是不會 我不會那樣子跟人家 那就是耍賴或什麼的 所以我變成說 我只能用書寫的方式去寫 可是你在整理這本書的時候 你是全部臉書移過來 你有去重新編輯嗎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開始整理的時候 是2020年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回顧 我那時候臉書已經寫了10年 然後先把所有 我寫過的東西統計一下 然後因為那時候 有跟我們編輯討論 然後就是最後決定只收長文 那收長文 然後我又把一些 不相干的或是不重要的 剔除掉之後 我那時候整理還是整理了60篇 那60篇 那時候算一算還是30萬字 然後所以那個編輯就說 你是第一本書 我們沒有辦法幫你出30萬字 所以我跟你保證沒有人要讀的 30萬字不會有人要讀 所以只好一直刪… 刪到最後 反正最後編輯下達的指令 就一定要殺到10萬字以下 才能變一本書 所以是從60篇再刪… 刪到最後大概只有快20篇而已 對對對 就是已經極限緊繃了 他們認為一個商業書籍 沒辦法再容納更多東西了 所以這裡面是10萬字嗎 10萬字左右 對 將近10萬字 就是大概在10萬字的邊緣 可是你有些文章 應該都可以破萬字 我有算過我最長最長的一篇是 快要到1萬字 但沒有破萬字 對 就是我發現我的極限好像是1萬字 我寫過最長的一篇就是快1萬字 但是因為快1萬字的那一篇 是去年寫的 所以是還沒有在收進書裡面的 對 因為很多人我知道 像我之前訪問其他人在寫書的時候 每個人都大部分 在訪問之前都會跟我聊說 寫書的時候很辛苦 我會在家裡面三個月半年 但是你是完全分攤的 因為它是分攤掉的 所以我收這個書的時候是很快樂的 就是沒有什麼痛苦的過程 我現在寫的第二本書才痛苦 因為是從無到有 從中開始寫 這才真的好痛苦 對啊 但第一本書就真的是 因為它只是選 就真的是 它變得有點像散文選 就只是把我以前10年來寫過的東西 挑重要的編出來 所以就一點都不痛苦 這樣還很快樂 其實我讀你這本書的時候 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很久沒有看過 這麼舒服的散文集 謝謝 因為其實我包好像最近的 華語的整個文學論壇裡面 算是文學論壇嗎 在寫文學寫作的人來說 就是寫長篇小說的人居多 然後看到大部分的人 都是寫長篇小說 然後我自己對散文的想像是說 因為散文其實是 最直接在記錄當代的一個想法 跟一些現象的一個過程 我想大家聽過很有名的散文集 它其實就是一個碎碎唸的過程 是啊 可是你就是等於說你的文字的處理 就是有個法 簡單說是這樣 那你就 對啊 那個傳統我覺得是 中文世界的女性作家 好像都有流傳下來 對 它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傳統 所以我在讀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我想說 這個2020年這個年代的散文 是不是就應該要從臉書出來 不見得 我覺得不一定 它可以是一個來源 但是它不會是全部 我甚至也不覺得它是趨勢 它可能是 好像我現在認真想 好像其他從臉書集結文 也是有啦 好像都是粉絲頁的居多 很多聽 我聽出版社說 好像他都會要求他說 你只能夠有百分之多少的舊文 然後你一定要有百分之多少的新聞 好像是 但是必須你就是百分之百 全部放進來的 有啦 蓄是新的 蓄是從來沒有放在臉書上 但其他真的全部都是 臉書舊文 對 真的也是 出版社心臟也蠻大顆 他們也沒有在說 對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會有一種非常大的鼓勵 我想說 對我以後也認真寫臉書 因為這就是散文 可以啊 真的啊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散文集 你在集結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有一種很辛苦的感覺 因為你還是要把它分門別類 你就把它分成第一張 第二張第三張 對 當然就是說 會有一點點難處理 但是絕對不會到辛苦的程度 就是像比如說 我分成五個篇章 然後我們試圖要讓它平衡 然後要讓它 它哪一個主題可以涵蓋到 所以會有一些些難處理 但是真的撐不上辛苦 跟絕大多數寫作的人 遇到的那些什麼瓶頸 那些東西比起來 對啊 其實都差蠻多的 差很多 那個真的撐不上辛苦 就是傷一下下腦筋而已 大概就這個程度而已 對 或者說把這一篇搬過來 那篇搬過去 這一篇字數沒有到標準 把它刪掉 就這樣而已 對 那真的只是一個編輯會議 它撐不上辛苦 對我來說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像這本書這樣子寫下去 應該會有顯示更多2 顯示更多3對不對 因為你會繼續集結 因為我這本書收的文章 最晚最晚就到2020年的 3 4月為止吧 可是我其實 對啊 我其實這一年來 我發文量也還蠻大的 可是因為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還有其他書的合約 了解了解 對 所以我現在 我未來 未來我確定會出的3到4本書 都不會再是連書文 都會是新的企劃的東西 要重新寫出來的東西 對 那至於就是要不要再收 第二次臉書文 就是不知道 再過10年看看吧 我想 因為已經之前 就是已經是10年的量 OK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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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李律跟我們聊了一些 關於這本書 它的創作過程 那我們想說 稍微進一下廣告 我們待會兒呢 我想要跟李律 一起來聊聊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然後跟我們分享一些 這本書裡面的故事 還有它背後的故事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 我是Keith 研究生 你現在在收聽的是 創作者說 每一集節目我會邀請一位創作者 來跟大家一起聊聊他的作品 可能是一本書或是一部劇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聽 你也可以追蹤研究生臉書專頁 我會分享每一集節目 錄音後的心得 你也可以在臉書專頁留言 告訴我你的想法 創作者說 每週四上線 歡迎你跟我一起來探索 這些故事背後的創作故事 所以李律 這整本裡面 你最喜歡的文章是哪一篇 蛤 最喜歡 應該說你覺得把它移到這上面來 你覺得最適合的文章 你有想過嗎 還是你覺得其實對你來講都差不多 最適合的文章 最適合的文章是序 因為序是專門為了寫在紙上 印在紙上這件事情而寫的 那除了序之外 所有的文章 因為都是在臉書寫 而且幾乎 我放上來之後 有修改的其實很少 OK 絕大多數沒有修改 所以他其實每一篇 其實都是我當時的心情 對 所以他 我沒有辦法選哪一篇 是最喜歡的 就是 你想想看 我一開始選60篇 60篇裡面我還可以說 哪些部分是我最喜歡 哪些部分是我次喜歡 但是到了 競爭到Top20的時候 那就是每一篇都是我最喜歡 對 就是我沒有辦法 再做選擇 因為我看這本書的結構 大概從最前面再講研究生 然後再來再講家裡面的事情 然後再來再講工作 給學生的一些想法 對 然後到後面會比較社會議題一點 我講我自己好了 好啊 其實我非常喜歡 第一整篇的文章的原因 是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 做了十幾年研究生的人 所以我讀每一字每一句 我都覺得寫到心函裡 寫內都是你 都是我這種咬著牙走過的 真的是寫在心函裡 我記得裡面有一篇 在講那個 鳥嗎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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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那一篇我真的是覺得說 哇塞 那個看到一個動物走進來 那麼開心的心情 然後再看到一個自己 然後再回頭看一下自己的論文 再想一下自己現在窩在這個地方 對 對 我相信所有的 真的在論文寫作過程 埋在裡面的人 應該都會看到文章 有一種心有戚戚的感覺 只是他們可能沒有那樣子的感觸 看到鳥進來的時候 就覺得趕快出去 對 但因為重點就是 是因為那個 我的文章裡面也有寫 因為那一個是 其實我還可以直接講 就是如果聽 聽眾裡面一定會有 政大的同學們 就是我的發生的那個故事 就在倒帆樓 然後也是在倒帆樓的一個長廊 然後它是一個封閉的長廊 就是我至今不知道 它為什麼要做那樣子的空間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古怪的空間 重點就是 就是那是一個像那個什麼 我們講說澎湖的那個新型魚 你是一個進得去出不來的一個地方 尤其是對小鳥來說 它通常是從倒帆樓的中庭 因為中庭是沒有遮攔的地方 它一定從中庭霧飛進去 它就進到那個長廊以後 那邊每一個窗戶 它就是 它都很細長的窗戶 而且它只能打開這樣 所以它根本出不去 就是小麻雀飛進來以後 根本出不去 它不知道怎麼進來的 對 我不知道 應該是從中庭亂飛 然後亂飛這樣進去 然後而且重點就是說 我要讓它出去 很困難 因為我抓不住它 那中庭超大 我又就是趕麻雀也趕不到 就是我也不可能跟它說 麻雀你好 那邊有一個小鳳 你試著靜樣記記看 就是它聽不懂人話 那個超難感 但是 就是因為我在政大戴太久了 就是政大就是一個生物陷阱 它真的是一個 就是惡意構成的一個生物陷阱 生物陷阱 我們大樓裡面太多 我在船院待了好幾年 我們船院大樓 每天都有那種 誤入陷阱 然後就死在裡面的那種 蝴蝶 蛾 超多 所以我以前在政大 我在船院大樓 因為我以前在政大的電台 我們在船院地下室 每天都會看到 因為它 就是那種80年代的 屢外建築師的傲慢 就是那種 我要把整棟建築 做得很光亮很透明 看起來很現代化 台灣根本就不適合做玻璃盒子 不要再鬧了建築師們 台灣做玻璃盒子就熱死跟悶死 反正那時候他們就很流行這種 故意做的採光很亮很亮很亮 然後所以 小動物會誤飛進來 以為這裡還是室外 就完了 飛不出去了 每天都這樣死一大堆 我每天真的是 基本上我進電台 第一件事就是 先把侮辱的那些昆蟲抓出去 全部趕出去 不是 我不能 趕不出去 趕不出去 因為出口太小了 你就是要很厲害的 就真的是那種 就訓練你的那種 瞬間視覺 動態視覺 然後要啪 要把它抓住 而且不能捏死 就你要用手這樣啪 尤其是蝴蝶 蝴蝶很容易死掉 就是要看準的時候啪 然後要趁那個 它在你的手掌心裡面 那邊抖動的那幾秒鐘 就要立刻衝出大樓 然後把它放出去 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在為那些傲慢的建築師 然後他們所害的那種森林 我每天在為他們削減 他們的功德布 他們那個章 所以你那個時候真的是 發生這樣小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聯想到人生嗎 我那時候在趕鳥的時候 這隻鳥就是我 這是我的人生境況 就是被誤以為是一個光明的前途 這樣然後就困住了 然後重點就是這樣 因為它的出口是非常反直覺的 看起來最亮的地方 才不是出口 然後真正的出口在 你要經過一個很黑暗很黑暗的湧道 才能從中庭飛出去 然後我想說你八成 就是從那個地方進來 然後看著前面一片光明 你就這樣走進來了 怨中作憋 然後字頭羅網 這不就是研究生生涯嗎 每個研究生 不就是看起來 以為光明的前途這樣進來 然後就這樣 殊不知就這樣子餓死在裡面嗎 這就是每個研究生的生涯 只是我現在講得很輕鬆 但是那個時候我還沒畢業 我可能沒辦法那麼輕鬆 我就覺得完了完了 論文就是遙遙烏漆 然後眼前看不到希望 對啊 真的 我自己在做研究生生涯的時候 就是一篇稿 已經不知道投了多少次了 還是退回來 對 就是還是退回來 然後你怎麼想也想不透 然後怎麼改也改不行 所以想說到底是寫的不好 還是運氣不好 還是題目不好 還是什麼不好 都有可能 最後都只能說運氣不好 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 其他所有的選項 他們搞不好 那個peer的都找錯人 根本不是你的領域 或者不是你的那個典範 他們就覺得 你的做法全錯 對 都會被批回來 所以你回頭 這樣把它寫下來之後 你會覺得心情比較好一點嗎 沒有啊 沒有嗎 沒有 因為我寫的當下 都還在論文卡關的階段 所以寫了也 心情不會變好 但是就有點像是 就是把那個時候的那一種心情記下來 因為我現在就不在那個狀態裡了 現在叫我寫 我寫不出來了 所以就是只有在 完全懂 反而是在那個時代 那個狀態下 我可以這樣子把它寫出來 對啊 所以它是人生紀錄了 可是像你在第二篇 在講跟家人的關係的時候 跟這個時間是重疊的嗎 哪一篇跟家人關係 應該說你後面有 大概有 你說在寫 有一整段裡面 大概有五六篇吧 這是同一個時間點 完全不同時間點 對 那個那一段比較多 都是我在當公務員 然後很苦悶的時候 這個是跟我生命史有關係 就是是我 總之我30歲之後 人生有兩度時期 我可以確定 那是憂鬱症的狀態裡面 一次就是寫論文的時候 那時候寫不出來避不了業 那時候有一個憂鬱症 然後後來就是 當了公務員之後 就深深覺得自己做的事情 跟自己的生命完全是分離的 然後每天被關在一個牢籠裡面 所以那是另外一種 就有點像在坐牢的憂鬱症 對 所以是兩種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 就真的是 你吃了兩種屎 但是兩種屎是來自不同動物 就說 原來屎是不好吃的 這你確定 但是原來不好吃的屎 還有這麼多種不好吃法 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比喻都很好笑 但是在當中可一點都不好笑 完全理解 我還蠻好奇一件事情的 因為你選擇了像念研究所 又選擇了做公務員 就那個時候的選擇 是 那時候選擇 其實這些選擇都算是 我們這個年代 或者我們再稍微往上一點點的年代 他們會覺得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 對 正確選擇 因為我 畢竟是個六年級生 就是我說實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真的沒有太多選擇 我都還是考聯考上來的 就是什麼多元入學 沒有這回事 就是你聯考 你念三年 你那一天落賽 Sorry 完蛋囉 請去報重考班 就這樣子 沒錯 就這樣子 或者是我研究所考試 我不是說我睡著嗎 我考五家 我睡了兩家 那兩家就掰了 就這樣子 考試就這麼一回事 沒關係 而且我學測也考睡著的那一種 哇 那你也是很勇 哇賽 真厲害 我覺得考試睡著還蠻容易的 很容易 很容易 尤其是那種考研究所考試 那種就是完全沒有標準答案的那一種 那個真的是很容易睡著 真的 到底是要再多寫一點 還是少寫一點 然後這個題目到底要幹嘛 而且我的睡著是因為很物理的原因 就是我在考研究所 就是我大五那一年 我已經完完全全 就變成是夜貓子的生態 所以說我那時候去考試 幾乎都是整晚沒睡 然後考試都是一大早 然後尤其是我去考淡江那一次 淡江超級遠的 就是我大概是早上六點 我幾乎好像是搭第一班捷運 才有辦法在八點鐘的時候 你已經坐在考牆裡面 了解 然後所以我是整晚沒有睡 然後就直接去考 但是就是上午就靠意志力撐 然後中午一吃便當完蛋了 下午第一堂馬上睡著 就是已經是你已經累到不行了 然後因為你的胃開始在磨 然後你就那個血糖爆表 然後你就整個就睡著 對 然後所以我考淡江跟考台大 都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只要他的考科有在下午考的 我下午第一堂一定睡著 對而且睡著還很好笑 睡著是你明明就是在寫 你一直寫寫寫寫 其實寫來不錯 然後你大概不知道寫了多久之後 突然間醒來 發現你什麼都沒有寫 就停在那個地方嗎 答案子上面只有那個筆在那邊 嗯嗯嗯 就是那種你睡著睡著 就是我靠 我剛剛想的那些全部都沒有寫出來 就是我剛剛在夢遊 就我剛剛都在睡覺 我在睡夢中在寫 然後等到你起來的時候已經 考試只剩下10分鐘 但是你考試卷是空白的 我連續兩次 對是我考試我班那一次 就是我考了五家 對然後但是兩家睡著 所以你還是繼續窩在正大 就是 對因為我後來也不能說窩在正大 就是我後來有 我沒有睡著的我就有考上 對然後只是說 這很複雜的原因 這應該可以講吧 就是它是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就是我上了三家 就是我剩下的三家 就是師大正大跟福大 然後那當然就是 我家評嘛 就是不能面私利 就是所以我就當然只能選公立 公立的話就是一個 我考上的是師大圖傳所 那圖傳所因為它很特別 它有分組 然後所以我考的那一組 我記得正取就三個人 然後 這麼少 很少很少 然後我另外考上就廣告所 然後廣告所就 廣告所就很歡樂 廣告所一般生正取12個 對然後 總而言之就是我考完後 我就上了 我上了三家 然後我還沒有決定 我要選哪一家 然後有一天就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件 然後那神秘的信件 就是一開頭就是說 直接喊我的名會 XX同學你好 第一句話劈頭 恭喜你考上政大廣告所 師大圖傳所 福大大傳所 我想要請問你要念哪一家 相當的開門見三說明來意 因為我的女朋友是師大的被娶 一還被娶二 所以我想要問你 有沒有可能會選政大不選師大 對 它就直接這樣子開頭 就是很開通 對 然後我想說說好吧 人家就是 對啊 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 而且還是幫女朋友問 我想說 為什麼不是女生自己有誠意 自己寫信來問我 還是男 就是還有一點點的不爽 這樣 好了 這個現在就當玩笑話講 所以最後我就沒有選師大 就想說成人之美 就是重點是這樣 他還真的是有夠絕 他還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會這樣特別寫信給你 是因為 其他兩位證取生 都沒有上其他的所 所以他們一定都會念師大 所以只剩下你 所以我才來問你這樣 可是他們想說 反正你也不會來 他有看到別的榜單 你的名字有在其他地方上面 他就已經調查到 我重榜的那些 所以他就覺得 我是最有機會的 對啊 這樣表示他也把他自己的 學校的定位 也想過一次的意思 大概吧 對應該也是 對啊 反正就那樣 反正就是 這是一個 我很奇妙的人生故事 我其實都很想要知道 就是因為我沒有選了師大 而背上的那位同學 不知道他的人生後來怎麼樣了 對啊 我有點好奇 對 他可能也沒有想 他搞不好不知道 應該知道 我覺得應該知道吧 因為畢竟是男朋友去寫信 那一定是他們就是一定 比如說徹夜討論過 懂 對啊 其實我可以完全理解這個想法 因為我之前 我是念台大新聞所的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的同學 就是真的 你就是會看到那些 就是 每天你都在想說 這個人到底要去台大還真大 因為前面床榜很多 所以在等待的那些 通常會念政大 每天就是這樣子一直盯著就說 這個人到底會不會來 然後明明就是不想說 他應該不會來吧 這個很難說 其實通常這個很難講 然後也是因為那個 其實這個又是一個另外一個學問 我們反正這個是研究生論壇 研究生論壇 對啊 就是反正研究生論壇 因為通常就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是分開考取 所以說就會變成是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我考上那一年 我真的不知道 就原來有Google 就原來只要Google 就一秒鐘就可以知道 我考上哪一年 我那時候還想說 他到底是有什麼樣子的 天神通力 就是他居然知道 我考上哪一年 我覺得好可怕 我的隱私全部被看過 後來知道 原來這種事情 也要一Google就有 反正我那時候不知道 對 所以後來就其實 這件事也很容易 就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很想上這個學校 然後你是背取的 其實就是 你就是真的去把 那個正取的 比如說十幾個人 就一個月去調查 然後 我們大概心中都會有排序 比如說我們大家 常常在考傳播所的人 都會有排序 比如說大家通常一定是 有國力的就不會選私利 那有國力的話 就通常會看所的性質 因為舉個例來說 如果你同時上 台大新聞跟正大新聞 一般來說 正常大家會先選正大 對 先選正大的原因 是因為設備失資 然後資源 然後還有發表的強度 而且我覺得 有大學部也差蠻多的 對 那個老師的那個數量 什麼都有差 因為正大光新聞所的老師 二三十個吧 我記得 我考的時候 台大新聞所只有四個老師 我考的時候只有三個 對 因為後來彭老師就 嗯 對 所以那時候有 如果你重綁台大政大 大家一定會選正大的 沒錯 不過 好像也很難講 對 如果你想要擁有一個 開心的研究所生涯 那你就可以選他 我覺得那個 讀書起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這樣不行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這邊 討論 在那邊占財政 對 沒有 沒有要占 但是因為 正大新聞所真的很硬 它真的非常硬 所以就是 對啊 其實我這本書裡面 我覺得理律非常有趣的地方 是有很多生物學 跟這種哲學的 混合的探討 所以我讀到裡面 有一句話的時候 我就很有感覺 你在講到說 人生的前半段你在探索世界 你在探索可能是你後半身的一個 沒錯沒錯 其實我覺得很多在當研究生的人 我覺得應該都經歷過這一個 我覺得要稱研究生 就要拿哲學博士 不是沒道理 但你覺得你的那種 前半身跟後半身那個分野 是哪一個時間點 讓你忽然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我小時候 本來就是很敏感的人 然後我小時候很不快樂 我童年很不快樂 所以我在第二次 憂鬱症病發的時候 其實我很長達三四年時間 其實我都在處理的是 我從小為什麼這麼不快樂的問題 那我為什麼這麼不快樂 當然有很多的因素 然後我的運氣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從小生下來 我家就有很多的歷史原因 造成我的不幸跟不快樂 而且那些事情 沒有辦法去找人算帳的 就是你要說所有人都有錯 但是所有的人我去追究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們也很可憐 他們也是不快樂 簡單來說 比如說你被暴力對待 你去問說你為什麼要暴力對待 因為他也被暴力對待 那他被誰暴力對待 那個人都死了 你去把他墳墓刨出來 就沒有用 沒有用 你追查不了 你只能原諒他 你只能理解他原諒他 但是問題是我這樣去追尋 那到底為什麼 我會童年那麼衰 沒辦法算你衰 就這樣沒有辦法 這件事情沒有公道可以拿的 我為什麼會這麼不快樂 我為什麼這麼不幸 都只是就是我運氣不好 所以你最後就是你躲不掉 那個不快樂 那一種籠罩你一生的感覺 你只能學會去面對他 就真的是面對他 理解他 放下他 所以後來我的人生功課 真的就是只能去 面對那些不快樂的感覺 那為什麼 我在想說 那為什麼我小時候變成一個 想盡辦法要讀書的人 要求知的人 因為我知道 看到我的人生充滿了不幸 他像一個躲不掉的牢籠 你在哪裡都是不幸的 都是不快樂的 可是當我看書的時候 我可以頓逃 所以只要我一看書 我會在快樂的狀態 它會跟毒品一樣 對 就我很親信我的毒品是書 所以我可以一輩子不停的看書 腦內飛就會不斷分泌 腦內飛不斷分泌 然後看書會讓我進到一個 幻想中的世界 那個世界裡面就不會有暴力 不會有那些很可怕的對待 那我只能一直在書裡面沉浸 可是長大以後 我就發現書能幫我東西 就到此為止了 剩下的那些成年的問題 那些不幸 我就只能靠自己去解決 所以我小時候 等於是把那個很敏感的自己封印起來 但是我現在發現 就是那樣子沒有用 因為你 你怎麼去逃那些問題 都逃不掉 只要在你不看書的時候 在你眼睛閉上 準備睡覺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回來 每天糾纏著你 然後我每天都會做噩夢 都是很可怕的噩夢 然後那個東西就真的是只能 你要一步一步的跟自己對話 跟自己和解 所以我這三四年來 就你問說什麼時候開始做這件事 就是我三四年來 我第二次憂鬱症病發的時候 我開始做這件事情 每天跟自己對話 然後每天大罵 反正我一個人住 每天跟自己大罵 就真的是像神經病一樣 每天跟自己對罵 但是那一些對罵的過程 其實都是一個和解 然後真的也是 我必須找到一個一個 讓我童年不幸的人 去跟他對話 去跟他和解 去讓他知道說 你以前真的對我很不好 但是我知道你很可憐 我原諒你了 就簡單說是這樣 我一件一件一件事情 去解決 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知道我這一年來 幾乎都沒有在做噩夢 對 就是我真的 把我人生40年來的那一些 成年的疤痕傷口 一個一個的去把他解開來 把他放下來了 對啊 這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這個是 我相信現在在收聽這個節目的人 我相信絕對沒有什麼 天生快樂的人 對啊 你都選了進來研究圈 這個苦圈子 你一定就是自回傾向 對啊 你一定有什麼 你一定有很不快樂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會有 有的時候真的就是說 到底那一個關卡在哪裡 還找不到關卡的問題的時候 對 就有一種在泥沼裡面打轉 因為我自己最近也是 在跟另外一個創作者 在聊這件事情 然後他一直跟我講說 其實有的時候 有一種很奇怪的泥沼是 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 說服自己做一個這個選擇 對 所以說你進去之後 你發現這個選擇 其實不太對勁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不知道 你要用什麼樣的勇氣 再把這個選擇丟掉 要再換一個選擇 是 對對對 然後我自己覺得 像我自己在學術生涯裡面 我也常常碰到這樣子的問題 覺得說 就是很難做這些選擇 然後選了之後 你更難脫離 因為 對 你要再說服自己一次 然後就覺得 哇頭很痛 簡單說就像是 你排隊排那個限量商品 你已經排了四個小時了 但是你不知道 前面到底還要排多久 就你前面的人沒有在移動 那你很有可能 會再排六個小時 你不知道 但是你排四個小時 你要現在走掉 你現在走掉 你就把前面四個小時的哭等 全然放棄了 可是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一種灑脫 是一種 我的人生還長得很 對 我認賠殺出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一般人有沒有辦法認賠殺出 其實很困難 就算你真的非常理解 所謂的風險 所謂的沉默成本 你也不見得能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當公務員 最後我就是認賠殺出 就是我認識我真的不能當公務員 但是那也是一樣 因為我當公務員是一個恐懼 那個恐懼就是沒辦法賺錢 錢沒有固定進來的恐懼 我只要 在我很長一段人生的時間 因為我從小就很窮 我們家真的非常窮 然後我從年滿18歲 考完年考第二天開始 我就開始打公養自己 然後我真的很害怕 沒有錢這件事情 然後窮怕了 然後可是人生第一次 因為我博士念完了 一直找不到教職 然後只能一直做一些擦邊球 當博后 研究員 就是當那些工作 永遠等不到教職 我那時候都等不到教職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下一份薪水不知道在哪裡 我只好去當公務員 但當公務員之後 錢真的是每個月 很確實的會進來 你很踏實 可是你每天就是 像是監獄一樣 你就每天去坐監 了解 我覺得那時候在想說 那我到底是要 繼續的不快樂下去 還是我要去面對 我就是害怕 錢不會固定進來 這件事情 所以最後 我並不是說 我勇敢的面對 不是 是因為我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我寧可跟那個恐懼共處 錢沒有固定進來 這件事 去共處 我也不要再去做監牢了 其實我最後的選擇 是這個樣子的 真的是一段 那個非常 也不能說特別 就是一個 真的是每個人人生 會經歷到的一些 心情跟轉折 而且你也把它 就全部整理在你的臉書上面 又把它放在一個書上面 我覺得這個轉折 其實看起來很精彩 因為很多時候你面對自己 你不見得 你有時候會想找一些reference說 我到底要怎能 怎樣才能突破這一段 對對對 但是當你看到一個人 這樣子突破這一段 還把它記錄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閱讀體驗 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閱讀體驗 你還有沒有什麼其他 你覺得說 想要跟觀眾朋友分享的 我們最後 我覺得應該就是說 如果現在正在收聽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研究生 或者搞不好你已經畢業 說不定你跟我一樣 是個流浪博士 然後你會給自己設下一些牢籠 坦白說會選擇進研究這一行的人 絕對不會是天生快樂的人 天生快樂的人 誰要來念研究所 對啊 所以我假設你一定也是會 給自己設很多牢籠的人 可是我就覺得 你一定想辦法要試著 跳脫出這個牢籠去看 你的一輩子那麼長 你那些糾結在過去 做錯選擇的那一些付出跟成本 坦白說真的沒有你想的那麼重要 也沒有你想的那麼不可失去 你仍舊有機會可以坦然承認說 我做錯選擇了 我醜一一 我認賠殺出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再把自己呈現在那些莫名的恐懼 而且我長大以後 我發現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所害怕的事 都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 你真的勇敢踏出去之後 外面真的沒有你想的那麼可怕 對 所以試著 試著用更開闊或是更大 更退出一步的心情去看自己的人生 是 謝謝李律 我們今天很高興能夠邀請李律 來跟我們聊聊 他的這一本顯示更多這本書 其實顯示更多前面還有六個點點點 對 點點點點點點 顯示更多這本書 然後我覺得這本書 其實真的就是你可以從裡面去看到一個人 他在面臨到人生 好像走到一個泥造的過程當中的一些 對於自己的突破跟省思 好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創作者說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聽 還有別忘了追蹤研究生臉書專頁 我會在上面分享更多關於這集節目的心得 我們下集節目見 拜拜 臉書是我們現在記錄生活的一種形式 它可以寫得像詩 也可以像散文 又或者是圖文插畫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聲音或影像來記錄 不過當網路中的文章一句句的跑到書裡面 沒想到讀起來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滋味 從李律口中說出的那段故事時 又是另外一種沉澱啊 顯示更多不只是一個書名 更是一種不同的創作形態 用精煉的文字把一件事情講清楚 快速勾住讀者的心 讓他們忍不住繼續地看下去 一刻鐘過去 不自覺地就享受了一篇網路上的長篇散文 李律說這本作品 只是將它過去的文章集結成書 不過換個角度想 那段省思自己人生徬徨的時光 在臉書中所寫下的心情 也是記錄了我們這個時代 一種在網路上創作的散文典範 謝謝你收聽這一集的創作者說 我是Kiss研究生 我們下集節目見囉